深入華 探盡詩書畫 筆墨應中華 歡迎來到文化賞悉節目 詩書畫 在20世紀的中國畫壇 出現了一位山水畫家 他以其出身入畫 遊刃有餘地筆下功夫 成为海派话坛的一代宗主 他就是我们的山水大师 吴忽帆先生 在未来两期节目当中 我们将一同走进 吴忽帆先生的书画世界 一起来聊一聊 关于吴忽帆先生的奇闻趣事 首先让我们来欢迎本期的嘉宾 著名的美术史学家 美协上海峰会理事 唐正明先生 上海博物馆书画部副研究馆员 孙丹严老师 还有一位是我们著名的书法家 同样也是吴忽帆的研究专家 戴晓晶老师 我想说起这个吴忽帆先生 大家都知道 他在我们这个中国绘画史上的意义 其实早就超出 他作为一名山水画家的意义 扎那谦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中国当代文人画家 只有两个半 一个是土乳 就是普新渝先生 一位是吴忽帆 还有半个是谢志柳 可见张大千先生 对吴忽帆是相当地认可 首先我想请三位老师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吴忽帆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的家庭出身 跟他后来的绘画和鉴赏 有些什么样的关系 同时他在我们的海派话坛 究竟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胡胡胡帆先生呢 可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种花家 他的家世 他自己的经历 以及他的化学 都走上了一条 与那个时代的很多人 不完全一样的这么一个路径 他从小呢又受到各方面的侵陶 当时的那些长辈 像张太炎 像那南童状元 张倩 包括吴昌硕这些人 当时都很看好 所以是精心栽培 但是胡胡帆的身上 没有那种弯固子弟的稀奇 他一直就醉心于中国 传统书画艺术 那这一点呢 是那个时代 他们的代工人中 他非常难得的一个病性 他24年到上海 他就开始对前代 就是明 元 宋 这么逆流而上的 这么一个探索 那么也伴随着 他的化学的深入 伴随着他当时看到的东西 日益丰富 他的收藏也得到了 很大的拓展 然后他自己的化学 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上世纪啊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 他比当时的海派的那些 大师们 老前辈们都年龄小很多 但是他已经能够 并驾齐驱于群众 他能够成为那个里边的 令人瞩目的一个人物 其实近代这个化坛啊 从这个任伯年 吴昌硕 虚谷开始 其实他开始的一条 长长的这个海派化坛的 发展的这个河流啊 早期就是这个三家 作为海派化坛的宗主 那么到了吴帆先生这一代 实际上他是比较特立独行 成为那一代的这个 大家公认的这个宗主 而且呢 他有一点上下连接的 这么一个意味在里头啊 所以我们怎么去看 吴帆先生艺术的这种偶然性 和他的历史的必然性 觉得是可以从这个 三个方面来讲 首先第一是他的这个家世 那一个人的家世 肯定对他在这个社会上的地位啊 这个声望都有很大的影响 那吴古凡他的这个祖父是吴大臣 他的外祖父是这个沈云初 他的岳家是苏州的这个潘家 贵潘 贵吾 两家联姻 所以他的家世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显赫 等于是三家的一个 后代的一个翘楚 那么他当然也是在 先天就有一定的这个加持嘛 他身上有一些 这个名门望族的光环在 那加上他自己又是一个 非常有成就的这个画家 再加上就是他是一个 非常非常著名的 这个收藏家和鉴定家 那么这一个的这个身份 以及他所在社会上 所达到的影响 也使他的这个声望 达到了一个这个如日中天的 等于在当时是一个 很鼎盛的一个地步 所以我觉得吴古凡在当时 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成为了这个画坛的一个领袖人物 我们讲到吴古凡的时候 必然会讲到死亡 讲到袁世家 因为吴古凡的家庭家族 往上推几代 他实质上就是死亡无孕 包括无门化派 甚至到袁世家 他们是一批人 吴古凡就是他的后代 包括他的祖父这个吴大臣 所以那条河正好留到他那 对 就是这条河留到他那 他家里的收藏 收藏的都是那一代从袁世家开始 甚至上推到南宋 跟袁世家的传统有关系的 那些南宋画家 一直到后来的 明代中期的这个吴门画派 一直到后来的董奇昌 四望无语 所以他先天他就是一个 所谓南宗文人画的一个维护者 也是一个举着这杆大旗的一个人物 石涛曾经有一个话论 就是说这个搜尽其风 这个打草稿 但是吴胡帆先生似乎是很少写生的 这么一个画家 他的很多的这种艺术 来源于他的收藏 来源于对于前人的艺术的 这种传承和研究 他是从这个学习出发的 学习是他一个收藏的 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戴尔西跟我们说一下 他从他的组上 传承到一些什么样的 这个重要的藏品 在吴大针那儿一大部分是那个清空气 以及那些那些金石类的东西 当然还有就是清代的书画 包括吴大针同时和吴大针前一点的 比他早一点的清代的那些书画家们的东西 那么从潘家过来 潘静书嫁给他的时候 他的嫁之中确实有一些很珍贵的东西 比如四欧堂的三本 比如说梅花洗身谱 这些都是潘静书带过来的 他母亲那儿还有 吴胡帆的母亲 他算有很多动气仓 以及有些背贴的东西 那么长丑奴木质 他是丑仪这个号的来源 长丑奴木质是沈云初的藏物 他赠给了吴大针 吴大针给了吴胡帆 他叫姬丑切美 刻了一个印 当时盖在当时的画上 后来有了董美人墓质 晚上抱着董美人墓质睡觉 叫拥美人入侵 这个就是当时的按三家的来源 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 他收得的最远的 可以到宋代的东西 包括密封的多金头的东西 这个由此可见 就是吴胡帆的这个文物收藏 是几大家族 几代人的这种财力 智力的结果 那么在这个吴胡帆的 这个收藏当中 最引人注目的 莫过于皇宫望的 富春山居图的圣山图 吴胡帆先生收的这个圣山图 当时是什么样的这个过程 这个富春山居图呢 它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过程 就是皇宫望在他八十多岁的时候 画了这个富春山居图 他是给他的这个一个诗地画的 他的诗地呢 号叫吴用诗 所以呢他这一卷 皇宫望的这卷 就叫做吴用诗卷 那么皇宫望画好了这卷画以后呢 首先是明代的沈舟收藏了 沈舟以后又到了董奇昌手里 然后到了董奇昌手里以后 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呢 这卷东西又到了嘉兴的一个 姓吴的一个收藏家的这个手里 因为那个时候经过沈舟和董奇昌 富春山居图其实已经名声在外了 它是一个中国 等于是一个文人画代表的一件作品 那么这个姓吴的收藏家呢 他非常喜欢 他甚至为这个富春山居图造了一个楼 叫云启楼 然后呢这个楼里呢 专门有一间房间放这个富春山居图 就叫做富春轩 他是这么喜欢他 以至于喜欢到他去世临死前 他要把他学这个唐太宗啊 他要把他殉葬 他要把他烧掉 那么据说他已经把他扔到火里了 那么这个姓吴的收藏家 有个侄子叫晋安 他是把他抢出来 那么为了让他叔叔就是明目嘛 他换了 据说是换了一张假的进去 李戴桃江把他就是烧毁了 然后他把这个画抢出来以后呢 这个因为已经烧了嘛 就一断为二了 那么就剩下两着 前面一个比较长的就是吴用诗卷 后面呢那卷呢就叫做这个圣山屠 那么后来这一卷呢 被一个就是古董商 送到了这个吴胡帆手里 那么吴胡帆呢 他是根据这个火烧痕 然后再根据这个两卷上面有个图章 他根据这两个这个痕迹 他推断出这个圣山图 应该就是他认为就是这个 黄公望的这个富春山居图 前面失去的那一段 所以呢他就把它纳为自己的收藏 富春山居图呢 其实在明清的流传中 它是有防本的 有魔本的 胡帆那会儿对原人的笔墨 构图对这方面的认识应该说是 他有相当深的把握能力 而且他对上面的纸 他能够对故宫的很多东西 一看他说这是清朝纸 根本就不是什么时候的法 这是明朝纸 不是什么时候 所以他对纸的辨别能力 也相当强 包括上面的印记 火烧的痕迹等等 这些东西经过了反复 念开 最后他定位这是教士富春三居图 事传了很久的富春三居图的餐卷 吴胡帆个人的这个艺术和收藏 这个事件当中 黄公望的这种圣山图 对他具有一个什么样的意义 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到了明清以后 基本上就是说到原朝的 说到文人话 那就是黄公望是第一 那么这一卷富春三居图 又是黄公望的一件名作 就是说他这辈子画得最好 最有名的一件作品 前前后后画了七年 这个董奇商在后面提是 武师傅武师傅 就是我的老师啊 我的老师 沈泽也是这么提的 就是这一件作品呢 在整个文人话的历史上 它是一个有符号意义的作品 众心拱乐 对 众心拱乐 我看到过明朝这个沈州的这个灵本 灵的这个傅存三居图 那一段 起手的那一段 就是吴胡帆看到的这个圣山图 那是一模一样的 那至于说是不是这张纸呢 这个谁也没法证明 但是至少从图像上来看 确实是 它开头确实是这么画的 沈州那个时候有个故事 是沈州他收藏了他一个朋友来借 借他去看 借到家里呢 这个朋友的儿子把这个画一看很好 偷偷地去卖掉了 所以沈州后来呢 也没办法了 因为是朋友的儿子把它卖掉了 那么他很傲丧 那过了一段时间 沈州又在画摊上看见了 马上奔回家去取钱 但是这个回来的时候 画已经卖掉了 所以沈州他零本呢 他是回来以后 自己硬生生地 凭着这个记忆画出来 背零了一套 背零了 所以他肯定是记忆非常深刻 所以他零的还是很像 从我们的这个博物馆学的这个角度 怎么去看他自己对这些收藏 做一个分门别类的这个研究和分类 他已经我觉得吴胡帆 已经做得非常的全面了 他不但分门别类 他还研究 他还他等于是一个人 兼具了博物馆的这个收藏的功能 和研究的功能 如果我们把它这个 拉到一个历史的这个高度来看 吴胡帆跟其他近现代的 这些收藏家相比 他最大的这个特点是什么 我是觉得 现在就是近现代一些收藏家 可能他们的乐趣在于藏 那么吴胡帆我觉得 他最大的乐趣他是在于玩 他是真的是把这个收藏 就是弄到了一个他自己非常乐在其中的一个地步 我们上博有一个卷子是明四家 这是吴胡帆他他后面提拔里说的 他说他经过了四十年 他要把明四家就是文审唐求四个人集在一起 那么这个不可能是四个人同时画一张画 应该是没有历史上 那么他就花了大概四十年的时间 先收了这个沈舟 然后再收了这个文真鸣 然后后二十年呢 又收了唐莹和这个球莹 其中文真鸣那张画呀 他还是用自己的一张 沈舟的一张画是问朋友换来的 所以你看他并不是首先在乎 他这个东西有多值钱 他是希望他这个收藏在他这个手里 有一种玩的这个趣味 所以他自己收藏了这个明四家的这个盒卷 他也非常的得意 然后每一段画 还配了当时一个名人的书法在后面 比如说文真鸣配的是朱宇明 所以他这个其中是非常困难的 要我们现在来看 这样子配下来这一卷东西 四个画四个书法是多么难 但是他不觉得他非常乐在其中 我就觉得他的这个收藏 不是收藏一些一些产品 他是对一个他自己继承的一个传统的 不断的纪念和确认 他之所以敢于把那些画去做一个裁剪 这个是其实突出了他作为这个 他并不是作为一个收藏家 而是作为一个传承人的一种主体性 就是说我本身就是他们的一份子 我明白他们的心思 我把它做一做会比其他人更好 他有这层孩子 充分的自信 对对对 刚才我们几位老师谈了这个 这个乌帆收藏的这幅圣山图 这个其中当中有很多非常惊心动魄的这个故事 那么其实我们现代人提到乌帆先生的这个收藏 都会去探讨他的这个收藏理念和收藏体系 无反的这种收藏体系究竟是个什么样的 王岐谦先生说了他的老师在那个时代就有一个特别与众不同的意识 他做一件事他都是有计划 有系列 有总体考虑的 他不是人家灵敲睡打的这里抓一把门子 他如果上座宋元之后他可能一个阶段他的绘画艺术专攻那个时代 然后他的收藏也集中的会往那个上面考虑 如果没有钱的时候拿自己的作品 拿家常的其他文物跟人家交换都再说不惜 他是必于得自而好快的 王岐谦特别讲他老师到晚年来 他一直能够能够用这种眼光 就是把很多很多东西全然不早不相干的东西 他能够把它融为一炉成为一个系列 通过他的个人的这个表达能够把它放在一起 包括设计上的理念他都有一种不同的地方 所以包括他后来收的那个 他开始要收苏州的因为他是苏州人 那么苏州状元呢又是历史上最多的 他要收苏州状元算 他计划就是一百八 他没有这个系列不行 他开始认为在当时的上海 正好是一个文物积散的 这么一个重要的地方 他觉得应该是做得到 但是经过多少年努力 只有收到七十多吧 没有完成他自己的原来的理想 这个事呢 其实如果说假以时日 或者给他更多的时间 也许他以后还能做 我觉得吴胡帆先生就像是一个人办的博物馆 不仅是这个藏品众多 而且他的分门别类 这个编幕也编得非常清楚 如果从我们的这个博物馆学的这个角度来看 怎么去看这个他自己对这些收藏 他已经做一个分门别类的这个研究和分类 他已经我觉得吴胡帆已经做得非常的全面了 他不但分门别类他还研究 他还他等于是一个人兼具了博物馆的这个收藏的功能和研究的功能 甚至还有他在这个提拔上和人家探讨 他甚至还有普及和教育的这个功能 经常在我们的藏品里可以看到吴胡帆的藏品 他的东西一拿出来就和别人是不一样的 他都弄得非常好 手绢他都有非常齐整的 就是规格统一的 很好的木料的金丝楠木的这个盒子 然后上面是他用自己提写的 用石绿填的这个书画的这个名字 里边是非常用好的这个紧缎的这个装表 人家就称为他是一种叫无装 这些藏品拿出来这么干净挺拔漂亮 那肯定是吴胡帆的 一看就是吴胡帆的非常明显的 其实收藏的这个前提就是要鉴定 吴胡帆先生的这个书画鉴定 的确是独具慧眼 那么经过这个吴胡帆先生鉴定的 这些传世名作究竟有哪些 戴老师跟我们说一下 譬如说像宋宁中的皇帝图 此外还有吴宗归的渔夫图 就是渔四家的话他基本上都收齐的 而且不止衣服 那整个脉络是以文人画的 这个大的一个框架 脉络为主的 所以他成为故宫鉴定委员之后 藏在大内的东西 他经过反复厌看 他里边有很多东西 他认为是靠不住 他就当时就提出了他的看 那这个在当时的当时评审委员那里边 有徐北红 有黄冰红 有刘海树 这些人他们当时都没有提出这个 吴侯凡是根据他的这个方面的经验 他独到的一些经验 因为他对传统对这个宋元的 对那些历史上的那些东西 他确实是保揽铭记之后的一种 独到的眼光 好像除了刚才这个 我们说的他自己收藏的一些作品之外 我们现在所提到的一些 中国美术史上的传世之作 比如说《女尸真图》 《不脸图》等等 也都是过过他的眼是吧 对 他过过很多眼 包括像这个《西山行旅图》 《渔富图》 他都过眼 有些他经过他眼他还提拔 他有时候可能会在他的日记里提及 其实这一批东西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可以说我们现在知道的 差不多这些古画 我觉得他基本上能有一半以上时 他是看到过 做个厉害 对 很厉害 吴侯凡的这个提拔 他在提拔里怎么鉴定 其实很有趣 我们上海博物馆收藏了 一卷猿人的这个山水三段卷 是这个吴侯凡的 他和张大千 包括叶公辍 包括徐邦达 包括当时很多的一批 这个收藏家和鉴定家 都在这个山水三段卷的旁边提拔 这些提拔非常有趣 简直就像我觉得是开了一个小型的研讨会 因为这个山水三段卷它是三段东西 都没有名款的 然后吴侯凡收来了以后 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前两段肯定是赵梦府画的 那么后面那段也是赵梦府画的 然后他就请这个张大千去看 那么这个三段画呢 就是最后一段和前面两段的这个风格上 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差异的 那么张大千看了以后呢 就在后面提了 就是说前面是赵梦府 后面那一段呢 他觉得不像赵梦府 赵梦府不像 那么吴侯凡就说是 后来又说是赵梦画的 但是呢 这个意见呢 吴侯凡后来自己又推翻了 他也经过了研究 也经过了长期的这个揣摩 他又觉得赵梦也不像 他就觉得赵梦还是画不出 还是赵梦府画的 所以呢 其实我们现在对这个三段剑呢 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看法 但是呢 就是这个能够体现出 他们当时的这个收藏啊 鉴赏啊 互相探讨 也是一个很 一个学术的交流 对 对一个学术的交流 好了 今天我们和三位老师呢 一起来探讨了 吴侯凡先生的这个收藏趣事啊 以及他在书画鉴定上 所做出的那种卓越的贡献 那么下期节目当中呢 我们将继续畅聊画家吴侯凡 一同鉴赏吴侯凡先生 亲手绘制的一系列书画精品 最后呢 再次感谢戴晓金老师 孙奈老师和唐志明老师 做客诗书画 探经诗书画 大笔模型中华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吴侯凡呢 他的这个山水画家 可以说他是一个 用我们现在不一定确切的 这个言辞来说 他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山水画家 每当春夏夏秋之交 那个风云变幻的时候 他喜欢站在那里 看那种云烟起伏的 那么一种 来与来前的这么一种 云烟的过程